今集多斯拉主要是和大家说一下淘宝的退货方法 因为很多人都会和我一样,喜欢在淘宝买东西 买完东西之后,不多不少都会有退货方面的烦恼 退又不是,不退又不是 很不过瘾,买东西就勒勒勒 贵的不敢买,容易烂的又不敢买 现在我教你一个很好的退货方法 就适合买一些不太大件,不太重,容易坏 和避免退货打碎的很好方法 试完两个多月前,我在淘宝买了一件东西 就用官方直运来香港 后来试机时,发觉坏了,操作不了 最后我成功将货退回大陆 还存款拿回来,连运费也拿回 我将退货的过程和方法和大家说一下 首先,来说说我在淘宝买了些什么 我买了一个智能防震的手机拍摄稳定器 准备拍下旅游风光片 价钱也不太贵,百多元 功能也几多 无论如何摇摆,手机也很稳定 还有一个自动旋转功能,可以玩下一些特别效果 这盐灯更加正,因为很暗的效果之下便可以帮到手 这三个架便可自拍了 另外,我使用电子池调碎公里 一向有电子卷太贵,我不敢买 退货也要打碎,所以它是百多元 便宜得便宜得便宜得便宜,取得就卖便宜得便宜得便宜了 卖便双105元 你看看,無論我按了多久,這盞燈都不亮 即是穩定器壞了 慘了,用不到機器 我馬上打開網頁,在保障見到一個本地退 在這裏我們按進去 裏面有一個查看說明,再按進去便會有更詳細的資料 這裏說本地退是針對海外國家,包括香港在淘寶購貨的退貨保障 就說你收貨後15日內可以辦理退貨 裏面有一張圖是講解退貨的流程 我簡單和你講一下 首先,你買這件貨時要見到本地退這三個字的保障 第二,要用官方的直運或集運將貨運來香港 第三,就是本地退必須用電腦或APP來提出申請 第四,就是等商家同意便拿貨去寄 最後就是商家退款給你 這張圖是教你在電腦或APP上 如何提出退貨的申請,要填些什麼 這張就是退貨的保障詳情 值得留意的就是第二和第四點 第二點裏有提到,退貨的時限是15日內 這15日是如何計算的呢? 就是以這件貨去到大陸的中轉倉開始計算15日 而不是來到香港的自題點才計算的 即使你是用官方直運,仍然這貨都會去到大陸的中轉倉 只不過是你不需要操作轉運 所以就是由大陸的中轉倉計算15日 第四點就是有7天的無理由退款 無理由退款就是你不喜歡這件貨 你不想要,7天內可以退 15日就是這件貨,如果質量有問題 就是15日這樣計算的 值得留意的就是第四點裏面的7天無理由退款 即是你不喜歡,不想要件貨 是你個人原因的退貨 那退貨是你自己承擔的 15日質量問題的退貨 就是你先給了這個貨運費 然後就是商家給你 不過7日也好,15日也好,時間也好趕 尤其是7日,由大陸中轉倉計算起 所以你收到貨之後就是第一時間驗貨 在淘寶買東西,保障一欄 除了有本地退之外 也會經常見到一個跨境退貨 這兩個有什麼分別的呢? 我曾經問過客服,他這樣回答我 他就說,本地退就是退回去 這個商家設置在香港的貨倉地址 跨境退就是退回去自提點 自提點幫你退回大陸 本地退是不需要你給退貨運費 跨境退款就是要自己給退貨運費 問題來了 我那件貨就是本地退來的 我退貨的時候 根本就是找不到一個 這個商家設置在本地的貨倉 而是純粹去回自提點 然後自提點幫我退回去 不過運費就是可以跟這個商家 這個本地倉 我問了很多客服 根本沒有人能答得到我 本地倉是在哪裏 是什麼來的 而你看它的字面上 它是說商家設置 那一個小商家 怎會設置在香港有一個本地倉呢? 所以實質是有沒有一個本地倉呢? 或者是大商家才有呢? 或者是怎樣呢? 所以我就不太清楚了 如果你試到 請你告訴我 這次都算幸運了 因為我見貨是回來了 整個月我都劈在那裏 沒有理過 就沒有打開來 原來它是壞的 到我發現的時候 都整個月後 已經過了這個15天的退貨保障 幸好看回它的網頁 它是有一個一年之內 免費退換這個保障的 而且它是沒有關閉到 這個售後退款這個功能 所以我才能夠成功地去操作退款 所以我在這裏 就要提醒大家 你收貨之後 就是要馬上驗貨 尤其是一些貴貨 或者意外的貨品 以及你能不能夠做到退款 就是視乎 這個商家在APP那裏 是有沒有關閉這個退款功能 口水真的有點多 我現在就正式說一下這個退貨的過程 首先我去店家跟它說 這個機器壞了 怎樣按鈕都沒有反應 眼燈又不著 店家就叫我提供一些證明 我就把剛才的片段上傳給它 在這裏我順便提提大家 不妨拍多些相片和片段 因為這件貨一旦退回去 它又不肯退錢的時候 要客服介入的話 你都有一些渣渣可以證明 下服看這條片之後 就答應退貨或者換貨 我跟它說 我會在APP那裏 操作這個退貨、退款 叫它要接納 因為如果它不接納 是不能進行下一步的 退貨、退款是怎樣操作的呢 就是去回淘寶的首頁 右下角 我的淘寶那裏按進去 再找回你當時那張訂單 就有一個申請售後 按進去 在這個服務類型裏面 我便選了這個退貨、退款 退款原因呢 我看來看去 都是這個質量問題最似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 在這一點裏面 後面是有一些故事的 待會再跟你說 按了完成之後 我們便去回這個訂單 看到剛才這裏寫著 申請售後 現在已經變成退款中 而且商家還有一天二十三小時 去處理你這個退貨 我當然是不想等一天二十三小時 那麽久 我轉頭便會去吹它 因為這裏寫著 商家同意後 才可以預約材料記件 我跟店家說了之後 等了半天 都未見他接納我這個退貨的申請 我就去問店家 喂!你不接受我這個退貨申請 我是不能預約材料記貨的 他的解釋是 因為不能核實我 是甚麼原因造成這個壞機 所以不能自動通過 在運費方面 就要我先給了 到時再退回給我 不要緊 你願意退回給我便可以 但隨即 他又要我將申請原因 更改為七天無理由退款 我跟他說 我根本沒有這個選項 只有退款和退貨退款 隨即他就叫我更改為退運費 噢!明白了 為了快點退貨 我就去做了 先去我訂單 按進去退款中 見到商家還未接納我申請 下面有個撤銷申請 按進去 就彈出了 你只能夠撤銷申請一次 而且撤銷後 就不能再撤銷 超出保障期 就不能再發起售後 其實我都很擔心 如果我再按錯 那就不行 都沒辦法 唯有按確定 確定完後 將單從頭來過 按申請售後 這裡選擇我要退貨退款 退款原因 今次不敢亂選 按指示就選了退運費 提交 然後 又是等商家接納我申請 看看 是有兩張單 一張已經關閉了 一張是重申請的 我就跟商家說 我已經重申請了 叫他接納我的申請 結果他今次很快接納了 任何時候你想看退款情況 就是去淘寶首頁的我的淘寶 按退款售後 再按入訂單 今次你就會見到 商家已經同意退貨申請 請盡早退貨 好了 終於都同意了 按下方的我要記件 入到這個退貨版面 已經顯示了你的地址 你要做的事就是選擇 退貨的字體點地址 在這裡按進去 就會有更多的選擇 不過不太多 每一區大概只有兩間左右 我這個貨是本地退來的 按照之前的資料 就說是退回商家在本地的貨倉 哪有一個商家的倉 所以本地倉這件事 真的很來人尋味 或者4px的字體點 就等於商家本地的倉 然後填上你的身份證號碼 這個是必須填的 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怕有人去記維禁品 而且如果填了你的身份證號碼 就要你親自去記 因為職員會看你的身份證 填完之後提交 就會見到下單成功 請到字體點記件 你去字體點的時候 就要帶身份證 手機和退回商品 商品盡量保持原理的包裝 以及不用封口 因為職員會當場檢查 你去到字體點 職員會問你有沒有預先申請了這個退貨 基本上你是要預先申請好才好去 然後職員就會核實你的身份證號碼 電話號碼 接著就是檢查你的貨品 再幫它封好之後 就給你一個條碼 你就將這個條碼的號碼 就是輸入去那個退貨版面裡面 在哪裡輸入這個條碼單號呢 就是去回淘寶手頁 我的淘寶 入面的退款售後 再按入訂單裡面 這裡你就會見到一個 我已寄出和填寫單號 按入去 你就填回物流單號或者掃描都可以 我現在就是手動輸入單號 然後在物流公司那裡 在物流公司那裡 當場還有職員教我輸入物流資料和用手機付款 我這個商品是不夠一公斤 按一公斤計是29人民幣 它的收費就是 首公斤是29人民幣 之後每一公斤是10人民幣 隨即是用手機付款 我用大陸版人民幣支付寶付款 付款之後 之後就見到版面顯示 如果商家收到貨並驗貨無誤 將操作退款給你 而且物流信息那裡 暫時會有物流信息 我退貨這間4PS的職員 就是很有耐性 它現在細心地跟我講解 退貨流程 這個過程就是 你的貨會先去我們的中柱倉 然後呢 中通會來我們那裡取貨 然後呢 就會 中通提了貨之後 就會交到海關清關 之後呢 那個中通單號 當年貨過了海關 中通收到貨的時候呢 就可以在中通的物流網站上面 可以用那個單號 可以測試到貨流信息 因為我看到你的貨在東本 然後呢 但是你需要知道的就是 現在這段時間 雙十一呢 海關清關得比較慢 就是它很多貨要做 所以呢 你都可以當你的發貨商 去問你貨去到哪個時候 那你就要告訴它 可能它正在清關 那職員的意思呢 就是說 現在雙十一期間 貨流速度是比較慢的 那件貨首先呢 就是要收了 清關之後 才在網上查到物流信息 叫我跟店家解釋一下 以及給了一個物流單號我 我回到家之後 就是一直在App那裡查住 那些物流信息 但是過了四、五日 都不見有物流信息 突然間我是收到店家的消息 就是問我 上傳的退貨單號 一直都沒有物流信息 是究竟有沒有記出 而且單號有沒有搞錯 還拒絕了我的退貨申請 哎呀!真是晴天霹靂呀! 我趕快跟店家解釋 因為這件貨要過海關 過海關需要幾天時間 過完海關才有物流信息 結果我又要重新再申請 叫它接納 所以你必須跟店家 經常保持密切的溝通才行 最後在我寄出貨7天之後 終於到達了商家那裡 我寄去是去東莞 如果你寄去遠一點的地方 可能需要的時間更加長 之後我問商家收到這件貨還沒 他說還沒 我便出示了物流信息 之後第二天我便收到它的退款 前前後後由我申請到 拿到這個退款 總共用了9天時間 其實還有一個29元人民幣的 退貨運費 當時叫我先出貨 於是我便將這29元的付款憑據 發給他 結果過兩天便收到這29元 整件事終於圓滿結束 總結我的淘寶退貨心得 是說難不難、說疑不疑 主要是我第一次做 所以不太順 往後便會容易很多 以及最主要是 要跟店家多溝通 經常追著它才行 始終有一個退貨機制也好 有些人可能會說 買本地退和跨境退貨的 貨可能會貴一些 我看過了 有些是沒有貴 有些是真的貴了 你可以這樣理解 我們有保障 你便當買了保險 所以會貴一些 如果那件貨是很便宜、很大件 或者很重 退貨費也比貨物本身貴很多 可能你便不一定要買有本地退 或者退貨保障 主要是看那件貨的 性質、種類、價錢和重量來決定 今集就說到這裡 下集再見,拜拜! 你好,我是多斯拉 我的頻道是分享生活上的 好買、好食、好玩和淘寶開箱的 未來會有更多的好介紹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打開旁邊的鈴鐺 你便會收到我的新片通知